长江英雄董南彪牺牲三十八正年纪念活动正在举行 全国科广读馆进行划圈 国家研究所在RR病毒领域的研究得到突破 可以将RR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减少三十分钟 RR病毒的研究现在有了突破有什么用 大内盘都过去了 当然有用了 人类还不是感染了RR病毒产生抗体 身体的能力才会突飞猛进的 无止的诞生毕竟也有RR病毒的原因 秀兰 一提到舞者你就两眼放光 唉 算了 还是想想眼前吧 有些目标虽然美好 但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太遥远了 我走错教室 几十个人盯着我看 快毕业了 感觉好不真实啊 哦 你也怕见不到某人吗 才没有 哎 还来了 那 我们先走了 高考后见哦 拜拜 我来回机会哦 许昕 我送你回家 是赵后白 是赵后白 你消了吧 没看到我的车呀 不好 快躲 你 我来回家 我来回家 你 我来回家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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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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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什麼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而你呢 在优独播放 我會 你搶走 像工具 优独播放 您看 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我想我想 优独播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锋 爷爷也在重新考虑与波莱纳斯家族的联姻 罗锋 谢谢你让我有勇气 面对家族的压力 顺利度过危机 但这次南澳大陆之行 我无法替你分担风险 这是我亲手为你制作的平安符 希望它能保你平安 徐昕 你放心 我绝不会没准备就去冒险的 小心 你就去和孙超见一面吧 他父亲是战神 他对亚美利家的生意也算上心 罗锋虽然前力不错 但难跑没有更好的 多几个备选 是为家族考虑 也是为 据悉 江南基地市极建武馆的新任检查室 名为罗锋 曾在九头蛇龙袭击事件中身处一间保卫基地市 仅已半年时间便从精英训练营学成归来 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不简单了 果然没让我失望 徐昕 龙峰 龙峰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国 你哥告诉我的 我哥 徐昕 虽然你的航班会完整 但我的守候永远准点 但我的守候永远准点 你的司机 不是 你好 我叫孙超 你是 你好 我叫罗锋 哦 我听刚哥说过 原来他就是 在考场里被题目吓晕的那个高中同学啊 请问你这次过来 我来接徐昕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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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是不巧 我们自己能回去吗 徐昕 这是我送你礼物 价值一千万的无人驾驶超跑 我特意将它从亚美利家拖运过来的 哎呀 不过 这跑车只有两个位置 罗锋 你怕是坐不下了 孙超 哎 妹夫 啊 啊 妹夫 哎 哎哟 哎哟 妹夫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妹夫 妹夫 我这是受宠若惊呢 你在说什么呀 孙超 啊 我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江南基地市极限物馆最年轻的监察使 监察使 啊 战神宫心境无敌战神 无敌战神 也是我宝贝妹妹的真命天子 罗锋 真命天子 哥 哥 我妹妹害羞了 妹夫 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多有冒犯 不过 我这妹夫 点儿都不记仇 对吧 我还记住呢 妹夫都来接你了 快点回家吧 你车呢 开来了吗 哼 一号 我这妹夫有车 有好车 这就是 抱歉 我的战机也只有两个位子 这是钥匙 果然很特别啊 这是钥匙 走 我们上去走 来 我在飞 天哪 这 这是王级战机 整个徐家的流动资产加起来 敌不上这一架战机啊 不 我妹夫真是比我想的还要了不得 啊 啊 孙超 我劝你不要搅局 惹恼了我妹夫 倒是你的战神老爸也护不了你哟 这不是亚美利家最新鲜的款超品吗 哇 孙超 原来你知道明天是我生日啊 还特意给我准备了惊喜 那我就不客气收下了啊 走 老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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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罗峰 你还记得你通过 主母者考核的那天 我们在这里许下的愿望吗 没想到半年时间 你就到了这个高度 就像那飞向旧世界的纸飞机 飞得又高又远 真怕它飞得越来越高 哪天成了天边的星星 再也抓不住 续歇 你不是说准备了星光晚餐 星光没有 餐桌也没有 马上登场 一号 这是 这是属于我们的记忆 你不是说准备了 来 我等你 徐欣 我保卫世界的梦想 一直有你在守候 相信我 无论那架制飞机飞向何方 都会永远记得 那个最初的地方 最初的我们 徐欣 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那么长时间了 我还以为你不敢表白 过去的我没有做够的实力 怕你跟着我危险 现在的我 已经强大到可以保护重要的人 加油 所以 所以 徐欣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向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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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向着你 谁呀 我明天穿这件出席你的银行晚宴怎么样 你穿什么都好看 就你有嘴会说话 现在你回答我 只能三个答案 不好看 一般好看 好吧 这套感觉没刚才那套紫色的好看 我再试试下一套 罗峰先生 收到极限武馆关于古文明遗迹出发通知的邮件 是否阅读 阅读 罗监察室 请于九月二十九号傍晚六点前 抵达极限武馆全球总部 参与九号古文明遗迹失恋 这么快 关于本次试炼 有以下三点提醒 一 九号古文明遗迹是唯一可以获取黑神套装的遗迹 该遗迹危险程度较低 死伤率为百分之七十二 百分之七十二也叫危险程度较低 二 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的机会 任何人只有一次 三 凡进入九号古文明遗迹的舞者 禁止使用黑神套装 还不准使用黑神套装 什么鬼地方 老方 你看这件怎么样 不错 怎么了 有点事要嘛 回头跟你说 好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啊 你 李司令 欢迎欢迎 罗监察室还没到 罗监察室是今晚的主角 自然是要晚点到 先失陪一下 老李 叶忠 你个大市长 来得真够早的 难得这么多老朋友都在 不早点来怎么行 老爷 我先过去吧 许余家的人来了 听说罗监察室正在跟 许佳丫头交往 小丫头确实挺好的 你也可以从你们叶家 找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从许佳小丫头手里 把罗锋夺过去 你这老家伙 没点将军的样子 我还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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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館雷猛監察室的公子雷宇峰 你好 雲峰啊 你父亲还没到 您老也知道我爸的脾气 他是雷电武馆的監察室 论资历功勋也是前辈 罗監察室都还没到 让我爸等候一位后辈星宿 有点折损雷电武馆的名声啊 雷电武馆 跟我们极限武馆针锋相对惯了 别管他 我们新任監察室是无敌战胜 注定了只要罗锋在一天 在这江南基地市 我们就压他们一天 罗監察室到了 那是少将監察室 真是年少有 нее 美呀 我们雷电武馆 今年 罗峰 许昕 罗峰 这是我爷爷 徐家家主徐云国 爷爷 他是 很高兴进到罗奸查室 罗奸查室的名声 早有耳闻 真是郎才女貌啊 绝配啊 面对面相见 罗奸查室的年纪 更是让人惊叹 如此年龄 如此实力 罗奸查室的将来 不可限量啊 不敢不敢 第一次见到徐老 不慎荣幸 罗奸查室 周会长 奸查室 我给您介绍一下 本次婉宴的客人 罗奸查室 脑的 エル 儿 语 罗奸查室 列宓 男人 轻声念力没有用 轻声音乐 想关注我 全力超过三百万攻击的冲击力作用在一处 竟然一点力痕都没有 这房子到底什么材质 精英寻徒罗锋 你的死亡考核任务正式启动 密室墙上刻有精神念师之掌控师的密传基础三百一十二十 学习它 你将有机会破开密室 这就是基础三百一十二十吗 那掌控师又是什么 死亡考核任务要求 三年内破开密室 期间 你会得到基础生存资料的供应 如果三年内没能破开密室 即为失败 失败即死亡 失败即死亡 这考核居然需要三年时间 可无论三个月后 就会判定无法走出一击的人死亡 如果我长期困在这儿 都是我的家人朋友 还有许心 都会认为我死了 可恶 如果我三年不在家 根本猜不到家里会发生什么事 我必须在三个月内破开密室 只能砌 但他们来了 虽然没有破 都会狠 他们 Have your nature 大家都 க 好棒 这基础三百一十二十果然精妙 我修炼天神徒书一个多月 都未曾把控制六把飞刀进不到七趴 这次五天就突破了 这这个速度 三个月 我能修炼到什么程度 三个月 三个月 时间已到 还有四位战神没有出来 欢迎回来 四处八年战神 罗夫 一年零三个月 我总算出来了 这里是 死亡考核任务 成功 他这些人 我 我到了 就在你们小区门口 徐欣 宝宝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罗峰 我要你保证 以后在做危险的事情前 要如实告诉我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 之前 我真是不向你担心 我想问你担心 我最怕的是 你什么都不告诉 我保证 我希望你可以 留下的 我一段时间 就能取得了 最后一段时间 就要吃点 幸好 就要吃吃吃吃する 对不起 咱们吃热熟 你吃热熟 就只要吃热熟 就要吃热熟 那个我吃热熟 你吃热熟 咱们吃热熟 好 吃热熟 知道的 咱们吃热熟 所以要吃热熟 我去热熟 背熟 你吃热熟 白熟 啊 嗯 嗯 嗯 老婆 这是从古文遗迹里发现的项链 叫永恒之恋 希望它能一直守护你的平安 难道你开窍一回 结婚作为地球人繁衍后代的承煦 又是地理誓约 又是物品奏语 还挺繁琐 我和徐昕结婚可不是为了走承煦 各组织在悟道得到大量母雅金后 行星纪舞者增加了不少 各国已有充足的人寿地狱怪兽 这一年来 地球前所未有的评价 谢谢老家 我也能安心和徐昕办婚礼了 那个也不错 小枫 妈 我今天 带徐昕去检查了一下身体 徐昕 我来探测一下 是男孩子还是双胞胎 罗峰 我们在这时候有了孩子 万一将来 有了自己的孩子 都应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可并非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没事的 红哥说 要让孩子们不要失去希望 这种心情 现在我能体会了 现在我能体会了 孩子 我保证 你们会有美好的童年 不会胆尖受怕 我以我的生命保证 所以我不能真是徒劳等待 对 既是严俊 我必须做些分内的事 罗峰 回来以后 给孩子想个名字吧 罗峰 你也别太焦虑了 面对金角巨兽带来的灾难 你已经做到了极致 金角巨兽 本来就不是你一个 行星级精神念试 应付得了的 你金角巨兽的血脉 恢复巅峰 不过是一两天的事 而人类 已经没有任何抵御它的办法 灭绝是必然的 离开地球吧 黑龙山X81号飞船 不久可以修复 它可以带你去宇宙 任何一个地方 你叫我逃走 是生存 为人类保留一次机会 把徐星和你家人都带上 一起走 我拒绝 为什么 我已经决定了 战胜过所有人 都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 之后呢 你如果死了 人类还是会毁灭 这是我们的使命 你不会明白 人类的情感是一种脆弱的因素 不计后果 投入没有胜算的战斗 在宇宙中是无法生存的 这不一样 生存 不只是肉体的存需 还有精神 当一个战士选择当逃兵时 他的精神 就已经死了 自从主人创造了我 我已经存在了六千万年 我见证了宇宙中 无数个文明和种族的兴衰 包括羽摩星 包括主人这样强大的不朽强者 地球在浩瀚宇宙里 不过是一粒灰尘 你所谓的精神 在千万年的时光面前 不止一提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让你死 你知不知道 我守候了五万年 才等到你这样唯一的 一个羽摩星传人 我其实就是地球之力灰尘上的 一粒灰尘 老公 就是地球人 前些天 医生远程给我做了必超 孩子们很健康 你看 现在已经可以隐约看到鼻子了 鼻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代表她的灵魂 也比过去弱很多 她是虚弱 可也不是你一个行星级三阶精神念师所能惹她 你说过 那头金角巨兽的年龄很小 它还很幼小 灵魂应该比较稚能 而且 它还连续遭到B6级雷射炮 以及管主和雷神的燃烧灵魂的绝命一击 灵魂应该已经受到不少损伤 而我是精神念师 应用直接攻击灵魂的方法 你是说 羽莫星密法 虚空之塔 不行的 替你行星级精神念力施展出的虚空之塔 是摧毁不了金角巨兽灵魂的 如果再加上六芒呢 罗锋 你乱想什么 我不允许 我绝对不允许 我等到五万年 才等到你一个传人 我绝对不允许你去送死 爸爸他 你以为我想死 我不想死 我多么想看着我的孩子出生 多么想听孩子喊一声霸佬 我想活着 做梦都想活着 但是 我不想我的孩子一出生 就在飞船内过着没有阳光 没有朋友的日子 他们只能听我讲述 曾经有颗 蔚蓝色的美丽星球 它沐浴在太阳的金色光辉下 经历着四季变化 从双雪角落 再到春草如荫 但是 这颗蓝色星星 已经消失了 他们应该生活在和平年代 六芒加上虚空之塔 击杀实力只剩下一两成的金角巨双 还是很有希望的 人莫星密集六芒 需要五位行星级强者 心甘情愿燃烧灵魂 将力量传击于你 你才能施展出虚空之塔 这一最后拼命绝招 岂不说使用虚空之塔 对你灵魂造成的重创 就算我同意这个方案 会有人甘愿牺牲自己吗 现在别无它吧 只能一试 可是就连不朽强者 一旦灵魂遭到重创也难 爸爸他 你说过 行星级只能在宇宙中流浪 或不温饱 而我的妻儿父母 都是普通人 我带着他们进入宇宙其他行桥 是极其危险的 而且宇宙 也并不和平 众斗存在于每一个星球 一个行星级带一些普通人在宇宙中 的确是灾难性 再说 如果我临阵脱逃 当了缩头乌龟 又怎么能撑得上 允墨星的传人呢 我答应你 一定努力活下来 你看 红河雷神不是也没死吗 只要一袭上寸 也总有办法救活我不是吗 五位行星级强者 势力越强 杉烧灵魂产成的力量就越强 但他们必须自愿 不能反抗 一旦反抗 就会失败 好吧 将这一信息 全发给所有行星级武者 愿意嫁入牺牲的 让他们回消息给我 好 罗峰 你说多少人肯牺牲 他们可都是行星级武者 精神念师 就算基地是被攻破 人类大逃亡 他们的信从可能性 依旧是最高的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十一封来信,其中六十二人愿意去 就连一些战神,在听到传闻后,也自告被勇加入 爸爸他,你按照灵魂强弱,选出这五回敬兄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